其實我喜歡畫女生的原因 因為她是男生所以就是趣味 因為畫女生相對地和男生的比較 要求是更加嚴謹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男生可以畫得粗硬一點 畫得粗硬一點 畫得有性格一點 在畫面呈現上可以自由一點 自由一點去做 令到那樣東西更加有味道 但相對地畫女生的話 你要顧及很多東西 簡單一點 你一定要漂亮 我想任何一個被畫的女性 她都想出來是漂亮的 等於現在 不要說畫畫 就算你拍張照 你都可能會拍得我漂亮嗎 拍得我不漂亮 你可不可以不要鋪 之而之類的 畫畫更加是 畫畫更加要講求你的能力 或者你的功力 究竟將那樣東西描寫 描寫成怎樣 描繪成怎樣 無論如何拍照 你怎樣拍都起碼認到是你 但畫畫有時候畫完之後 極有可能認不到是誰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因為有這個難度 亦都對於我來說是一個趣味的所在 以前可能我畫得比較少的時候 不是畫得那麼多的時候 亦都沒有那麼大信心的時候 我有時會因為怕畫得不好 而不如不要畫 自己畫得不好 甚至有些可能畫了覺得不好的 我都會放棄 但現在我就會盡力去做 譬如我決定要畫誰的話 我已經很久沒有試過 因為畫不到 或者畫得不好而放棄 基本上都不會放棄 因為我每一次畫 就會增加了我的經驗 這些經驗給我一次一次 慢慢累積一些信心 令到我會覺得 很多東西都開始自己掌握到 當然我不敢說現在畫得很好 但起碼我敢去試 不要怕失敗而去試 我想這對於畫畫來說很重要 而這件事其實是否只是畫女性 其實畫男性也是一樣的 以前我也會害怕 可能以前我畫哥哥 我會很害怕 每一次我都很害怕 很害怕畫得不好 甚至畫過很多次 有些我會覺得是失敗的 慢慢這幾年我會開始有信心 開始拿捏到 可能真的畫得多 正如剛才所說的 開始知道一些神緒的東西 開始知道一些感覺在哪裡的時候 就會畫得好一點 如果你說畫男性 哥哥是難畫 或者我以前不敢挑戰的話 女性我會覺得是張萬勇 以前我會覺得張萬勇很難畫很難畫的 但是畫過幾次之後 甚至在我新書裡也有畫了兩三個 自己之前也有畫過 一次比一次畫都有信心 也慢慢覺得自己開始拿捏到 Maggie的氣質在哪裡 當你有了信心之後 又是另一種趣味 你會顧及的東西少了 而你變了多了的時間出來 你可以再細緻一點 去做一些細一點的畫 令它更漂亮的東西 畫男和畫女的大概的分別是這樣的